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经问道》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今天是3月31号 星期五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今天我好像是换了一个搭档 对因为我的搭档张寻 他去度假了 那么今天我就很高兴 请来了我以前 我们一起在北平服饰的时候的老搭档 林医生 林伟雄医生上来 林医生你好 嗨雨林你好 谢谢您的邀请 我们当时在北平的时候 北宝屏的时候 曾经做过时期的关于 那个真正的节目 真正的节目 对 现在已经简直不方便说了 对呀 所以我跟林医生其实也是老搭档了 那么很高兴现在又有机会可以跟林医生在《寻经问道》上面一起来做节目 那林医生呢 他是医生嘛 所以他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他在专业方面的视角 OK 但是呢 不管你是医生也好 我们不是医生也好 我们对于美国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相信都是一样 就是感同身受都觉得很揪心的 比如说刚刚听说川普他是正式被起诉了 是马林医生 嗯 对 对 就是这个他的那个Grand Jury 这个大陪审团要起诉他 嗯 之前 之前我和张旋 还有张旋也请了李南央女士呢 我们都有就这个话题来做过节目 我们其实都很很关心很重视 所以很多的就是之前的一些他是因因什么罪名而起诉啊 他的那个背景啊 呃我们都在节目里面稍微有介绍过 呃但是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进展 林医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些新的进展 然后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川普会不会终于被他们呃就是控告成功 甚至有牢狱之灾呢 呃这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从呃上一次 沸沸扬扬的讲到 就是说这个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 已经很多人在猜测 他会不会有牢狱之灾 还是因为这样是使他成为这个 呃这个民间的英雄 就是说呃更加牢固的使他的作为挑战深层政府的这一个英雄的地位 呃更加牢固 那我觉得从大众的心中的话 就是根据最近的民调来看 确实是后者 那就是说因为根据这个对 施法公正的这一些甚至是民主党人 比如说Alan Dershowitz这样的讲法 就是说这个简直是对美国这个所谓的依法行事的rule of law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就是说他从一开始的这起诉就已经是把呃 把一个本来是一个顶多算一个misdemeanor那个轻罪的罪名 硬要用联邦的法律把它塞进去来把它呃捏造成一个重罪的罪名 以此嗯嗯 让他能够被逮捕 那这个肯定是绝对是一个司法的滥用 呃是对可以说就是说很多保守派的评论员会会说这个是美国上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我想就是这个日子我们讲了好多次了 像上次那个马尔狗的抄家的时候 我们还做了一首曲呃就是唱这个是黑暗的日子 所以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这个黑暗日子 有时候不知道这黑暗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 或者是说这些制造黑暗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们说出 这个已经到了rock bottom不可能再再沉下去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这一句话真的是那这真是应验了 他呃好像我们认为他这样不得民心的事居然敢做 他就说是的我们居然敢做啊 而且对对对这一件事情上呢 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 美国引以为豪的这一些呃所有引以为豪的这些制度 比如说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呃或者是说用这个大陪审团来提出起诉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被腐败 而且呢因为这些腐败来成为我们这个公真正公益的网络 就是说用他来打击了我们真正的心目中的公益 就是说用来逼迫一个政治参选人 是这个敌对反对党呼声最高的这个候选人 用这样的方式来来逼迫他肯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治手段 但是他要做起来好像哎这个还是陪审团来决定的 是grand jury大陪审团决定的 然后到时候在trial的时候呢 他还是说这个是从纽约啊选出来这个陪审团员给你定罪的 好像一切都依着我们最啊最最引以为豪的那个所谓的三权分立 nobody is above the law 但是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引以为豪的东西 他们就是把它翻转过来用来来推翻真正的这个法治 就是他完全符合所谓的程序正义啊 任何的司法的程序 他完全都是也不完全符合 但是说通过他们的这种非常作略的这种stretching 扭曲看起来好像他可以用高大上的词语来把它说起来 就是他穿着附会的去把它fit into这个程序里面 然后就做到给很多人看似乎是符合程序正义 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 但是他们还是敢做 其实他所谓的不得人心呢 可能只是不得可能美国一半的人的人心 但是另外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其实已经是被蒙骗了 他们认为这个符合程序正义啊 其实我本身就认识好几个人都会说 那没有人在法律以上吗 川普也不应该在法律以上啊 既然这个司法程序啊 Grand Jury啊 这些人都认为他是应该被定罪的 那么他就应该被定罪啊 所以他的这个不得人心 他是已经是觉得赢得了 就靠舆论靠洗脑 已经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心 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底气 敢去做一些这么卑劣的拙劣的行为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 我真的很认同就是 所有美国引以为豪的 或者是被人家警仰的这些体制 到了现在呢 他的成就越高 他的可信度曾经是越高 变成他现在可以作恶的力量 也就越大了 等于你一个武器是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武器 你曾经他可以保护弱小 并行工艺 但是同时同样这个这么强大的武器 他也可以造成同样强大的杀伤力 所以我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制度的腐败 他不是完全制度的崩塌 而是他似乎还在运作 但是他已经是朝着作恶的方向去运作了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做The Fly 就是那个大苍蝇 我听过 我没有去看这个电影 就是说这个大苍蝇的很简单的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科学家他研究一个 就是说基因 然后重新合成这个人 他翻新一次呢 就是好像refresh一次 结果他有一次做翻新的时候 有个苍蝇跑了进去 结果呢 这个苍蝇的基因组合在他人体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觉得活力十足 他可以蹦跳爬墙 然后后来呢 他逐渐这个人就变成一只大苍蝇 就是说 就是说虽然说 就是说越来越有能力 但是却是面目全非 就是说成为了这样的 那好像美国这个系统 当他里面的本质最根本 最根本的根基 本来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对神的信仰 而且呢 所有对这些系统 都是在神的庇护之下 才能发挥作用 当他把这一个抽去 而就光靠这个系统本身 希望能够发挥他作用的时候呢 他就好像这个 这个苍蝇 这个人这个基因里面 参照了这个苍蝇 慢慢的变质了 就是说他强大的过程中 变成了一种邪恶的强大 有时候 对对 对所以 那林医生 那对于川普这一次 就是被控告 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发生 他会不会很快就真的要坐进牢里面呢 根据就是很多人的分析了 就是川普现在是说 他是下礼拜二就是去 去到这个Report 这个DA的Office 所以应该就是他们走那个就是的Booking的程序 应该就是说能够放他出来 然后等候审判 他们有些人就觉得说 他们也许就只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Muckshot 就是说以后如果他真的成为这个 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话 那他就在那个时候 放出他的这个就是 被被指控的这个照片 就是说所有的Muckshot都看起来都不怎么好看 就是用来指控你什么 这个犯了什么 什么罪名啊 等等这一切的时候 就作为他在大选里面的一个武器 所以但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至少在现在 就是说他在这个 这个爱国者的心目中的这个 勇于舍身挑战 这个深层政府的这样的英雄形象呢 肯定是说他的光光环 肯定是又增强了很多 哦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些本身就是不信任他 不喜欢他 受主流媒体影响而讨厌川普的人 现在就更有理由讨厌他 你看他都被起诉 他是criminal 他是刑事犯了 那就更加不喜欢他 我觉得就是说 那些不是非常恨他的人 就是稍微比较中立一点的人的话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同情他的 我觉得 就是说我觉得在 就从这个他跟这个德桑蒂斯 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他会争取到一些同情 OK 所以你从里面还找到一些正面的东西 我的看法了 我觉得就是说在对 就是说本来比如说对于 比如说对Mega的理念有支持 但是说对于中期选举 或者他所做的有一些事情 觉得不大能接受 但是当他看到他所受的攻击的时候 会觉得他之所以有这么强的那种战斗意识 是来自于他一直受逼迫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他好像是说有一个就是那种次会 次卫型的这种状态 比如说相比较之下 德桑蒂斯是一个 就是说他就他做具体事情 但是就具体事情 他会具体事情评论 但是他不会就是试去攻击 但是我们就一想就是说 川普之所以是这样次会状态 是因为他一直都在被攻击 而且是被那些最坏的左派攻击 因此我们就可以接受 他为什么需要这样 就是对他的理解增加了 对对对对对 对他的理解增加 对对就是认为他这种作风 是必要的 OKOK 所以你可不可以代表里面有你的看法 就是你是属于偏向这一类人 就是我我是就是我稍微不是 但是说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会是 就是我我是就是我自己个人的style 挺像这个德桑蒂斯 我在现在外面有不少人攻击我 我懒得跟他们吵 就是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如果我直接需要为我做的事情辩护 我就做 否则的话外面他怎么攻击我 我我觉得我不用管他 但是就是说 但跟我同样有这样 style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 那多数的人呢 就是说 还是觉得就是如果遇到攻击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奋起反击 那因此就是说看到这个川普受到这样的攻击的话 马上就是觉得 那即使他不是不一定认同 就是当时川普对德桑蒂斯所发发起的一些批评 但是现在就觉得哦他这种的这种的心态 这种的方式的话 完全符合他所受到的这些委屈和他所做的处境需要做的反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至少在目前来讲 这个是使他的支持度增加了 哦哦对对 就是不是说是同情而更多是理解了 我觉得这个 理解和就是认为认同他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所需要的一个政治环境 嗯嗯OK 我倒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是这样的人 我是把它简单分成两个阵营 就是Never Trumpers和Trump supporters 我这么简化的来分 我就觉得Never Trumpers就会更加的讨厌他 而且有理由觉得自己讨厌他 更加有理有证据 而支持川普的人呢 是更加同情他 也更加的爱他 就是也里面有理解啊 有有宽容啊这种 所以呢我看到的就是 你没有改变到 对一些人对川普的最基本的看法 但是呢就又再增加了撕裂程度 就是美国的这个左右或者上下的撕裂啊 就是在民主党啊 这些一轮又一轮的神操作底下呢 他是使到这个伤口已经变成是 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愈合 而是加深加深再加深 所以这个我是看到挺可悲的 当然我本身也是很替川普打抱不平啊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我倒就是也有你刚才的这种看法 就是说我是更加的理解他 也更加的支持他 因为本来他对Rondy Sanders这些言论呢 确实让我对他有一点点的扣分 我就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样子 你所做的事情我全部都认同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说话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哎呀小case了 我们应该关注他受到更大的逼迫财力 所以就是说通常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Rondy Sanders在这一件事情上的表现也很不好 就是你应该在这个时候也站出来说就不谈话 他今天发的推文不错 OK啊是什么我还没有看 你跟我说一下 他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呃这个这个Soros backed 嗯Soros funded这个AG对这样的呃 诬告川普的话就是turning the law into his head 就是把这个整个法律都翻转了 而且呢他说就是Florida will never participate in 这个如果他要引渡川普的话 Florida绝对不会呃在从中支持 所以他就是说至少作为他的州长 他就说在我作为我这个州的州长 我绝对不会让你过来要把他带走 但是他也无法阻止是吗 呃没有就说如果他要比如说这 这个川普说我不去纽约州 这个检察官那里 那就是这个纽约州要不要说 Florida要你把我给他交给我们 那就是德上帝是说就自在这里按照他自己州长的这个身份表态 那Florida不会啊 那但是说他就没有作为一个政客来表态 就是说嗯他就就是说他所有的表态都只是在他作为州长这个office来表态 而不是说作为一个共和党可能的候选人对于他的可能的政治对手的表态 所以有些人对他的批评是在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he always只是说我做我州长该做的事情表州长该表态 这个是我嗯 我的看法那就是说那也许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政治上他不得分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啊 when you go a long way 你就是每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得分或者不得分那个就就是流带 要看看全局吧 对就是说不急着就是每一局呃一两盘的输赢这样 这是我的我这样对对对那这个也是真的是看个人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过小心翼翼的这种personality 在现在这种这种情况底下战斗力不知道会去到多少 所以这个世界太难预料了现在都是很非理性的往非理性的去发展 而一个勇往直前的像川普这样真的是不怕满身子弹孔的呃他就有战斗力 而一个小心翼翼像在走mind field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就不知道他能走得多远 所以这个exactly就是说从从现在到明年大选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可能发生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要哪一种的将军才最后能够走到最后 对对对确实好那我们就把这一切交给深啊 还有我们呃另外一个话题我也想跟你聊一聊 就是在27号星期一那一天就发生了一件真的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在nashville有一个变性人杀手啊 他是一个女生离女性的认为自己是男性 那拿枪呢就到基督教学校去射杀 造成三个孩童的死亡和三个成人啊老师校长的死亡 而且他本身是毕业自这间学校 呃也是一个来自一个近前的基督徒的家庭 而又在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已经是真的很令人难过 但是呃难过再加上愤怒就是事后的舆论啊 我就很快就看到啊左派是没有任何的呃我都不指望他们忏悔 还是什么啦啊或者你呃对死者表示同情和和诚实一点的去报道这件事情 呃就没有对于他们又在趁机责责责责责责这个枪支安全啊 而且呢甚至是责备基督徒对LGBTQ的不包容而造成这样的事情 甚至把杀手这个冷血的枪手把他说成像个英雄或者烈士一样啊 而保守派呢向来就是非常的君子 我就听到有保守派马上就跳出来说 哦我们不要责怪整个LGBTQ的群体啊 任何群体里面都有极端分子 所以你只只可以责怪他个人而不要责怪他的这个身份 他所代表的群体 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啊 啊这个很多的恐怖分子啊 啊那很多穆斯林极端穆斯林的恐怖分子 那那些左派就拼命说 啊不要责怪整个穆斯林群体 他们是热爱和平的啊 只可以讲他个人 那确实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几乎啊在起码在2016年以前 几乎所有的那些suicide bomber啊 那些恐怖分子 几乎啊都是穆斯林 所以你你不能够不把他联系起来想的嘛 所以我整个的这件事件加上事后的舆论 不管是从左还是某一些的右方的舆论 我都觉得让我心情也更加的沉重 所以林医生就想请你也谈一下这个这个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好吗 呃我的看法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就是说换一个时间啊 在罗马帝国早期教会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时候基督徒确实是无权无事 也没有法律的保护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就是是向神祈求祷告 求神来帮助他们 或者就是说 真的就是说 呃当别人打理了左脸的时候 把右脸也给他 呃并且就是说在 致死中心来就是说 来换卫他们的信仰 他们唯一能够换卫信仰的做法 就是做烈士 殉道士 嗯 他没有其他能够换卫信仰的这个 来反对这个压迫者 那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宪法赋予我们 这就是说或者是说保障 不是就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 宪法有给这个保障这样的权利 我们应该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上 来谴责这这些的 嗯 第一就是最基本的 要谴责他们 第二呢就是说 我们既然这个美国是有这个 呃拥枪的自由 那我们作为呃基督教的团体 也应该是对于自己的 在世上能够所进行的保护 应该参与 那就是说作为呃 一个基督徒 我们自己去呃训练好该用的这个呃 防身的 的工具 就是使用枪等等 这些我觉得都应该去这样做 如果某哪一天 呃我是challenge我们教会的弟兄 如果哪一天如果有这样的枪手打呃 进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足够弟兄能够拿起枪来把它干掉 还是我们只能够就是用身体去挡挡枪眼 对不对 那就是说在我们可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权利 如果到哪一天就是说我们变成了这个这个活在一个既没有这样的权利 也没有这样的可能的这个国家 那我们就是说真的只能是说以殉道的身份 但是说我们始终不能失去的就是说福音给我们的真理 就是说我们始终不能够因为我们担心受到逼迫 我们就认同他们的这个讲法 甚至把他冠以这个更好听的名义 就是说我们包容他们因此我们不谴责 no 就是说这个整一个从 就是说我们即使他不是因为他走到我们的教堂里面来杀戮 而是说光是这种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毒害的青少年 让他们就是追求去变性 来讨得这个世上的意识的这个很多人的赞赏 这些是毁掉一整代人的这个思想 我们即使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在教堂崇拜的安全 而是为了保护下一代我们都必须要站出来 我们不能够说就因为不管我们这个外面冠冕堂皇的所说的 就是那个包容他们或者是原谅他们 到底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真正的爱心 如果是出于害怕那就是这种想法就简直是虚伪 那如果是出于爱心但是就是misguided的爱心 就是认为我们因为我们要爱仇敌 所以我们要接纳他们所推行的这些LGTBQ运动的话 这个是misguided 因为神的公义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推行 这样的性别混乱来 这是神所极为不喜悦的事情 如果他们说这是神造我这样的 这no就是神 神的这个创造里面 X就是XX X就是XXXY就是XY 是男就是男 是女就是女 怎么可能说你说神把我造成一个跨性别人 那就完全是自己的这个罪性里面所产生的胎 然后罪性产出罪来 然后就甚至还把这个强加到神的创造身上 那这个是亵渎 这个就是这是亵渎 这是必须要谴责的 还有就是圣经里面耶稣说 罪是像教一样会发酵的会大 会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罪会生出死来 最终就是生出死亡 就是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的 就是说 我们有基督徒呢就认为 哎呀这些LGBTQ的事情 只不过是什么 有牧师说是裤党里面的事情 就是他们私人的事情 还有人呢就是说 虽然我不喜欢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只要自己不去搞性淫乱 也管好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了 真的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 但是你现在看看 一旦他们受被接纳 他们就要求合法化 同性婚姻要合法化 一旦他们合法化 他们就要你们全部都来赞美他 你们全部 当你们全部都赞美他 说他勇敢 说他了不起他就要你膜拜他 一旦你就觉得我们不能够来膜拜你 你稍微开始有一点点反弹的时候 他就拿枪来对付你 所以这一次发生了这么悲惨的事件以后呢 左派的矛头 第一是指向控枪 他们继续要拿走人民的枪支 第二呢矛头指向基督徒 都说都是因为你们不接受他们 因为这一个凶手 他的家人是基督徒 他们不接受他 所以才导致他杀人 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还弄了一个 LGBT的一个trans vengeance day 就是我们要复仇 你们杀了人 然后你们是受害者 你们要复仇啊 对 我们杀人 但是我们是受害者 我们要复仇 你看他们是一点一步都不往后退 而是步步往前推进 而且现在我把你杀了 我也有理 因为你们不接纳我们 还有呢 在那个Tennessee的国会里面 他们这个国会不是要通过一个法案 是禁止儿童变性吗 结果这些LGBTQ的群体就去冲击国会啊 就要冲进去 绝对比1月6号那个要暴力很多 那个才真正的是insurrection OK 1月6号那个是开门被请进去的 而那一个是他们真的是冲进去的 是一个insurrection 是一个暴动 但是呢 你可以想象主流媒体啊 拜登啊 他们都是一致支持的 所以LGBT他绝对 远远远远已经超过了什么个人性取向 他完全也甚至已经超越了社会运动 到后来我们看得出他是一个社会运动 然后他变成是一个激进的社会运动 到了现在他真的完全是邪教性质 就是他的信徒要求你们来膜拜 不膜拜我有权将你杀死 已经去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林医生这一个凶手呢 他其实是一个 我们认为他是 就是LGBTQ本身他的那种夸性别者啊 他也不去动变性手术 他就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另外的性别 这样的人我们还能够将他视为正常人吗 如果你把他放在一个正常的人的位置上 让他去担任什么能源部长啊 教育部长啊 四星上将啊 或者让他拥有枪支 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在社区里面走 你认为这个是恰当的吗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这种所谓的夸性别者呢 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 这个精神科学 那我们等一下讲到这个精神 这个医学系统的这个崩溃 那其实就是说这些崩溃 不是仅仅是在一个方面 而且是全方位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当我们把这个他的根基 就是说神的祝福 和我们对神的依赖抽走以后 美国所有这些引以为豪的这些体制 全部都一个个被腐蚀 甚至崩塌 这个精神学会把这个性别混乱 从一个精神障碍定义为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一个alternative 就是正常的一个选项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些 那个当时只是同性恋 同性恋的这些激进分子 在这个联会中间 连续两年冲击会场 就是说他们开联会 他们就是去那边抗议 那就开始了这些精神学科 精神病科学会的妥协 然后就修改了这个 他们这个性别障碍的这个定义 修改了这个性障碍的定义 就从一个 从一个精神不正常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 其中的一个范围 那就是因此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就是说 他的这个对性取向和性别的这个认知 有如此大的这个错误的话 应该是属于一个异常行为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生理 从我们的传宗接代来讲 就是说你如果是同性恋 它不可能符合这个 生眼繁殖的这个功能 那那个变性就更加不可能 符合这个生眼繁殖的功能 这样的异常的话 肯定是不符合这个 甚至即使你是用这个 非创造论来说 你都看不出它正常在哪里 嗯 那你就算不用创造论 你只是说用进化论也好 就是进化论也是要为了这个生眼繁殖 是以它最高的这个利益 那就这不符合这个生物的利益 那我们如果是认识到这个 人是神所创造的 那神给人的第一个诫命 就是你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一个的这个 基本的功能去掉的话 那我们这样的认知 肯定是错误的 那肯定是一个精神障碍 但是呢 他们把这个修改了 就是迫于当时的这个活跃分子 所做的这个压力 结果呢 就是说他这个压力之下 这个精神学科所做的修改 又变成了以后 他们所可以引以为证据 说你看 连这个精神病学会 都认为我们是正常人 所以你们就不能够再说 我们不是正常人了 那个以前的那个 John Hopkins的这个 Pediatric Psychiatrist的这个科主任 就是说他退休了 他退休以后就是说 发表过文章 说这个 这个同性恋是一个精神障碍 结果呢 就是说就被John Hopkins 给disowned 就是说 就抛红他 就是说 他已经退休了 都要把他从那个叫做 Professor Emeritus 就退休教会的这个名单上 要把他去除 他已经曾经是这个 精神病科学会 曾经担任很久的这个 就是要职 但是他是退休以后 才敢这样公开的讲 他甚至退休了以后 他们还是继续 要开修他的这个 退休教教授的这个地位 有点像那个约翰 威克里夫 死了之后 他要把他尸骨挖出来 重新烧一遍 那这样子就是说 这种专业领域 他完全是受到政治的控制 甚至只要你去stomp他 只要你去威胁他 他的学术和专业 也马上就退让了 而明明知道这个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因为你的这个学术的地位和你的 在你领域上面的这个权威性 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诊断和决定的 而这些诊断决定又在影响到人家的生活 和一生的健康 对 但是这样子就会因为一些抗议 受到一些威胁或者政治的压力 这样就退缩了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 这些引以为豪的这些制度 真的都成为了自己的网络 甚至成为了毒害美国人民 和生活和心灵的一个 一个毒害的一个凶器啊 对 就是说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 这个这些科技 我们现在看见的AI 就是慢慢就会成为了这个凶器了 大大多数人都会看到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医疗系统 就是医疗系统我们看到 就是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说强推这个safe and effective的东西 就是我们也看得到 它可以一转变成帮凶的时候 是可以是多么的凶残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一次这个Nashville的 校园的凶杀枪击案 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 这个LGBTQ运动 再加上学术界的政治化 就是全盘的啊 从上到下全盘的一个政治化 其实真的是息息相关 而它最后影响到的 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他们的性命 而且从此其他孩子 他们的心灵也都留下了这个伤痕 这个烙印 所以其实是迁一法而动全身 没有事情 我们是应该置身度外 只要它是不正确的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反对 当你开始了第一步的妥协 这个口子开了 它就发酵 这个面团就越来越大 以致毒死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美好的东西 好 那林医生 既然我们一直讲到这个制度 那美国的医疗制度 应该曾经也是 大家算不算是引以为好的 或者起码是一个非常先进和精密的一个制度 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 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美国的医疗制度大概也是从这个 至少是在20世纪的中叶以后 就开始就是领先这个世界 在过去的话应该是欧洲比较领先 我们记得是在这个 比如说首先开始无菌术啊 首先开始这个就是麻醉手术啊等等 这些都是欧洲传过来的 就是说在二战以前呢 美国的医疗不算先进 这二战以后 那慢慢才崛起 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 其实就是说在 比如说在这个baby boomer的这个时代 开始的时候 也是美国逐渐是开始离神 越来越走越远 他的这个科技 包括这个医学的制度正在发展 但是呢 很快他们就把 美国人把这个他的信心都放在这些制度上 以至呢当这些制度好像是说登峰造极的时候呢 原来他已经要接近崩塌了 当然就是说 这你看具体的原因的话 他可能有你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来分析出来 我可以就是我准备了一点点的这个幻灯片 这样的话就是让我的这个思路的话比较 比较有一定的顺序了 就是不会一直这样 所以我今天也是就是想要请你更多的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医疗制度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崩塌 因为很多人呢 在你开始之前呢 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对这个话题比较有有兴趣 因为很多人现在对健康真的是很看重很看重 所以呢我就觉得医疗体系就变成是一个他们依赖和信赖的对象 而这个医疗体系又以美国为其中最让人放心的 我个人呢是在这个三年的疫情以后彻底梦醒 因为我那个时候疫情在中国传过来的时候 传到美国我说哎呀 美国一定可以处理的很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CDC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这个FDA是怎么处理的 Dr. Fauci是怎么样在说话的 还有那个绑维巾的那个 那个Birds Birds啊是怎么样处理的 然后呢 那个珍珍来了 哇又又是一个梦醒时分 就看到珍珍 所以而且那个辉瑞公司啊 就是比如说Grammy Award的那个魔鬼舞蹈也有他们的赞助 很多的电视节目很多的名人他们的谈访谈都有他们的赞助 就是看到他们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力量 而且呢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帮忙推一个产品 这个是闻所未闻 听所没有听过的 对 所以我就想到一句话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现在看看谁拥有绝对的权力 似乎这些医疗公司 从人们对他的依赖和信任 到媒体帮助他们传播 到政府 以政府的力量在全世界帮他们推广 如果这个还不是绝对的权力 那什么才是绝对的权力 那当 而这些权是绝对的权力 是由人来掌握的 OK 不管他们的学历多高 他们都还是人 现在某一些人 他们掌握着这样的绝对权力 而如果他们腐败了 他们作恶了 那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但是起码 我们如果说我们做不了什么 起码我们要acknowledge 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请你来预备一下 让我们起码get to know 我们依靠的是上帝 起码我们可以把这个依赖的对象 信靠的对象 是不是尤其是基督徒 可以转移回到上帝的身上 而不再是这些人间的制度上面 好 所以林医生就请你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对 所以就是我要disclaimer 自己说一下 就是我现在还是在这个体制以内 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表现出 身在草阴心在汉的这种 就是说我一边在这个体制内看病人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还是要 依赖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疗保险制度 他才可以afford的起去看医生 那而且就是说现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已经有很多病人 所以就如果我脱出体制的话 就必须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病人 大部分我都只能够拒绝他 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要自费来来看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这些是我们就等于说 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使用这个Zoom 或者使用这个Google 使用什么都都是同时在feeling这个beast 但是说我们又必须要使用这个方 这些途径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医疗体制 现在面临的压力和崩溃的因素 它主要是四个大部分 一个是开支结构失衡 人民心态变化 医护人员失落 还有前权技术腐败 这个并不是说前权技术腐败是最次要的一环 我想就是说这每一环都是互相扣住的 很难说哪一环最重要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个属灵根基的崩塌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很多了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不再在这里再重复了 这个开支结构的失衡就是说 比如说老年医保是现在医疗开支总额的 是一年逐渐逐渐在越来越增加 现在老年医保大概占了就是总开 医疗总开支的25% 那个这个穷人医保大概占了20% 但是说这个就是越来越增加 但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实际上呢 是一个有点像这个Pansy Scheme Pansy Scheme 因为为什么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是输尽的人多 这个使用的人少 它一开始是大概是1965年的时候开始的 是这个Great Society 那个时候美国人平均寿命是70岁 男人平均寿命是67岁 那退休以后大概两年就就不再用需要这个医疗保险了 所以使用只是退休以后很短的时间 而现在的美国人退休以后平均是存活20年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人口的结构来讲 过去的这个收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而这个现在相对来讲呢 这个劳动力因为这个人口的生育比例下降 现在如果不是有移民的话 就是美国现在靠美国本土的人生育的话 他是无法扶持 他现在这个老年人的结构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这些85岁以上的人的这个增加的速度 在2010年到2030年之间是多么快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 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 就是老年的增长速度 使得这个Medicare所承受的压力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budget里面来看 那这个旁边这个是billion 所以当他这里写着1000的话 他讲的是trillion 所以那个这个major healthcare program 包括的就是这个Medicare 你看他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医疗开支 是政府的这个政府的开支里面 真正增长的只有三样 一个是医疗开支 一个是social security 就是这个退休金 但是没有医疗开支这么快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借贷的interest 就是说政府国债要付的这个利息 就这三样是一直在增加 而且这三样是必定要增加的 没有办法减少的 而其他的开支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如果从这个联邦预算里面 72年占的是3% 这22年占的是13% 到52年应该是占19% 而他的收入来算呢 就是我们现在美国人工作的时候 都要配一个叫做Medicare payroll 那这个tax呢 就是最靠这个收入了 大概70年就是这个program Medicare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靠这个收入 是能够支付了大部分的这个需要 只有25%是来自这个general fund 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政府 税收的支出 而到了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 这一部分你看从62%变成30%多 那继续下去呢 这个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配的这些 我们现在工作的人 在附近去的那部分 就那个比例越来越少 他就从一般的税收里面 所需要支出给Medicare的部分 就越来越大了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 就是人活得长了 但是活得长了的话 不单只是他活得长 需要有多更多的年份需要用 而且呢人的心态变化 在50年前很多人就是说 对于我70几80岁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时候如果得了重病 我觉得我过的一生 我对自己一生过的满意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回天家 我是太处之泰然 一部分是因为那时候信仰相对普及 另外一部分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医疗手段 得了癌症好吧 手术切不了那就算了 但是现在的话 即使80岁以上 连转移癌这些治愈率很低的这个病 我现在最近就是这个针针以后 又有多了好多一诊断就转移癌 每一个都拼命的想去做化疗啊放疗啊 每一个毫无例外的 就是说半年左右就就没有办法再治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如果我不拼一下的话 他觉得是辜负了这一生 我有时候就碰到这个70几岁的新病人 问起他们的这个父母到底是活到几岁 怎么去世 他就说70几岁 他们就是died of old age 老了就死了 但是说他们现在70几岁 他们不会觉得我现在老了 就是如果我生了病了 我就要死 而是说他一边就是拼命的 还是想要继续活下去 哪怕要服多少药要做多少手术 那因为医疗保险制度就是第三方付费嘛 他就使用者就对价格不敏感 你去住院的时候 你不知道住院要多少钱 出院的时候这个账单才有 所以呢 这个就造成了就是说 他不会觉得说 我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支付 我要做的所有的治疗 我只是反正就是有人付账 我付不出的时候 最后政府还是会买单的 那最近20年 虽然医疗系统都在努力控制这个 但是基本上控制费用带来 又有很多的反的效果 因为心态上来讲 他是希望能够得到治疗 不管我多老 不管得的病治不治的好 所以比如说控制费用 带来这个医院费的这个比例减少了 但是呢 这个药费的比例 增多了 所以最终他还是一直在往上增 没有别的办法 而且呢 你要使用这个控制的时候 就要加多了很多这个叫做 administrative的这些 所以就是说这些行政的开支 其实有多了很多 很多时候说 我们要减少浪费 其实那个都是扯淡 主要的medicare的不是来自浪费 而是就是说你实实在在 最大的浪费就是有些病 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治 但是说还是勉强去治 那就是浪费 那但是呢 就是说你增加了这个 这种叫administration 没有办法来控制得住这些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的 嗯 所以雨林这个突然间 啊对不起 刚才这个雨林的这个进 呃录像头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呃再处理了一下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人他有病就需要寻求医治 而寻求医治的时候呢 就是会需要发展新的这个医疗技术 这也就是美国这个医学界 引以为豪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呃使用的这个 呃这些制药公司啊 这个各研究机构呢 都呃替我们研究出这么多新的疗法 这么多的这个呃疾病呢 就是说看起来有希望呃 呃但是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最近的这个几十年里面 研究很多的这些新药 虽然可能延长了一些寿命 但是说使得人们的这个呃就是说药品的负担 而药品带来的很多副作用 很多的寿命呢 就是在延长的情况下 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就是说生命的享受 而是一个生命的负担 并且呢这个因为新的这个医疗的技术追求 就带来了价格的上涨 因为这些新技术的发生发展 都是利益驱动的 呃大制药公司 他投资 他就要赚回成本 而且呢是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股份持有人来带来这个利润 所以呢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技术带来的都是价格上涨 而人民的心态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消费的分配里面 并没有预期为这个医疗 他们的医疗支付这么大的比例 现在就是说 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 美国每人人平均是一万二千元一年 那但是说多数的美国人心态里面 并没有打算为医 他们的医药费付出这么多 所以以致呢 就是这一件事情上面呢 就是造成就一直都有一个 非常不平衡的这个张力状态 而由于就是说对这个 价格的这个控制 对这个 那所以呢 就是说医护人员呢 就遇到了他们工作中很多的阻力 很多的政策呢 是为了这价格的控制的 那作为医护 他的training呢 是说以患者为主导 那在这里呢 就必然的就是产生一个张力 使很多的医生 在成为这种 他的叫algorithm 就是说这个整个 这个治疗指南的过程里面 他失去了职业的很大的自由度 因此对职业越来越不满意 但是他又付了很昂贵的 医学教育的学 学费啊 所以那怎么办 就是说可能就进去读医生 或者是说做这种 比较赚钱少的这种专业的医生 就少了 所以就变成了 他们就需要吸收这个 所谓中等医护人员 来填补这些空缺 并且呢中等医护人员填补空缺 所得大的收入呢 可能几乎跟医生差不多 那这样是医生就付出的 这个学费和他的这个投资 跟他后来的这个收入不成比例 所以医生又不满 但是说最大的这个崩缺 还是强制这个真正 所造成的伤害 因为有一些是因为他不愿意 接受或者是说不愿去 去勉强别人 而受到了这个逼迫 而这个揭露出来以后呢 是很多人看见 他们过去这个光鲜的面膜下面 原来是这么这样的污蔚 那出现的这个 因为真正带来的这些副作用 特别是免疫系统的损害 或者是恶性肿瘤的增加 或者是心血病 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急剧发生 使得他们在临床上面临的 这些新的变况 病况呢 是过去的这个 指南里面没有教他怎么做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越来越困难 比如说现在什么 这个耳链猪菌 这种过去根本不是 很重要的致病源 而现在呢 就越来越成为这种 很多的 普遍使用的这些药物 无法治疗的这些感染 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一个 住院几天感染了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呢 却发现他们越来越难 对付感染 那在这种各种挑战之下呢 就传统的这个非盈利机构 医院 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在这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 就被这个盈利机构所收购 所以又改变了他本来的这个经营的本质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即使是没有过去几年的疫情和真正 可能都已经是危机四伏 而有了这个之后 那个危机就显得更大 那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 就是这个腐败 在机构的腐败 它有机构的腐败有两部分 一个是前机构的腐败 一个是全机构的腐败 这全机构的腐败里面包括学术界 前的腐败就是说大药场 当我们就是这个自由企业 带来很多好处 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 并且它失去了原来 就是有一个道德为基础的 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生意 既是在能够赚取利润 但是它的根基是在帮助别人的根基下 但是当它拿去了这一个道德的根基 而只是以利润来作为 作为它的主要指南的话 那它只是用 如何怎么样使用这个专利期 来多赚钱 专利就是一个信耀17年的专利 它就在这17年里面 又叠加其他的专利 以至延长他的专利期 甚至在专利完成以后 它会给那些杂牌生产家 给它钱 让它不要生产这个专利药 好让它没有竞争对手 继续可以漫天药价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一些药物 现在已经十几年的药物 现在依然要600块钱一个月 那你想一想 美国的糖尿病人就是数以千万剂的 就是光是胰岛素的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 都700万人 700万人里面如果是其中一种胰岛素 可能有一百万人用 每个月如果收你那个 20块到50块 都可以收回2000到5000万 那除去它的所有的cost的话 它一连下来都可以赚到上亿 但是呢 但是他们却把它价位定到600块到1000块 那这个是说多数的人是没有办法付的 因为它即使能够付一种药 那如果它要用好几种药的话 这都是完全超出一般人所能够支付的 这个范围 那这就造成什么样呢 就是它必须依赖保险公司 就是说把本来就是治病这一个 是个人的选择 变成了保险公司的选择 而在研究和监管系统呢 我们从这个疫苗事件浮出水面之后就看见了 就是说他们如何的腐败 因为为什么 像上次那个Project Veritas的 那个James O'Keefe所揭露的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说很多大药厂 他要交这个费用给这个Administration fee 就是当他申请专利 申请专利申请FDA批准 说FDA其实营运是靠大药厂 给他的这些付费而支持的 而这个FDA的人 他在FDA职业生产完了以后 通常是希望去大药厂 拿一个好的职位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 互相勾结的状态 还有呢就是NIH 这些掌管所有的研究经费 医学的研究经费 基本上来自NIH 就国家的税款 然后从这里拨给这个大学 那所以呢 当他这个左派思想意识形态的人 掌管了这个这些高层的时候 他就基本上通过 你能不能发表文章 能不能拿到这个研究经费 基本上可以控制了 人到底能够如何写什么文章 比如说关于这个性别 心理异常 他在被定义为这个 正常的一种形态之后 那他是本来是根据 政治压力这样的 但是的定了这个形态 变成了政治武器 那以后你的研究发现 如果跟这个思想意识形态 不相符合的话 你基本上没法发表文章 你知道做研究 如果你不发表文章 你就被淘汰 所以呢 很多人就违心的 就是说来发表支持的文章 而不支持的就被打压了 好了 那过去是用正 就是说好像是用学术 来防止你的意识形态 能够起到作用 现在呢 就是以意识形态 来防止学术起的作用 现在基本上 这个左派的意识形态 已经掌管了多数的高等学府 多数的研究机构 所以呢 研究就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 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再讲究 学术自由 他们是讲到学术 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 谢谢林医生 给我们很详细的讲解 让我们对美国的整个的医疗体系 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若不是一个医生 在体制内的医生 来跟我们如此的专业的讲解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 真的只是一个表象 大家都是根据表象 来认识我们所依赖的整个系统 OK 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看到我 跟刚才那个背景 光线都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在节目录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家就出了状况 没电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没有灯光的情况底下 用手机来跟林医生继续录这个节目 就也请大家忍耐一下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视觉 不过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林医生今天 给我们呈现的这个内容 真的是很宝贵 让我们学到很多 林医生 其实我去美国旅游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Costco 还有超市里面 其中有很大的一个session 卖的就是那种保健品 我去看他们的肉类蔬菜 已经是丰富的不得了了 然后呢 大吃大喝还不够 还要加上那么多的保健品 哇 所以我真的觉得 美国人确实是很注重健康 但是已经注重到一个程度 真的是把身体的健康都给偶像化了 也就是一种自我崇拜 就是看重健康 还有就是对体制 对科学 对药物和专家的那种依赖 我相信上帝已经是达到了非常不悦的程度了 那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呢 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觉得人的身体 跟我们的心灵 还有我们的灵命 真的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当人跟生命之源都隔绝以后 又没有重新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加恩典 给他重新接回啊 那就像枝子跟葡萄树就断绝了 然后这个枝子再怎么把自己 插在有营养的水分里面 它可以有一些短暂的和表象的一些的盛开 但是其实他跟生命资源断绝了 他的生命必然是走向衰败的 这个任何体制科学医疗都是帮助不了的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更多的思考底下呢 其实真正应该的是要回归到生命资源 把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 那就胜过任何的体制和医疗 对于医生来说 你能够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属灵方面的看见吗 我完全是这样 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个美国 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政治体制 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 还有这个各样的这个科学啊 这个所谓新闻自由啊 这个医学啊 这些所有的体制 他都就是说 他开始的兴起的时候呢 都是实际上是神给美国的一个祝福 可以使用这些手段来带来 神给人熟悉的祝福 但是当他把神的祝福抽离了以后呢 这些所有的体制都成为了 就是可以变成魔鬼手里面的器具 来做 就是说或者是做毁坏的工作 或者是成为我们自己的网络 就是当我们把他当成了这个 一个偶像 把他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想要得回这一个的时候 实际上 其实比如说你刚才讲这个 就很多的保健品 Costco这么多的肉类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这个 这些很丰富的资源 但是他们在丰富之上 他们还想贪婪的更多 这些highly processed food 就是说高度加工的食物呢 其实是把神给他的赋予 这些食物本来应该有的营养都 都破坏掉了 所以人吃了很多 但是说得到真正的好营养 确实很少 就是有点 就是用了 就是说那个叫做漏掉的池子来撑水 你总是说你好像要存很多 但是他总是会漏掉 这个就是 在诗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 根基若毁坏 艺人还能做什么呢 就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的心 你刚才讲的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是讲的在这个关于医疗方面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整一个社会里面 就是说除去了这个信仰的根基 剩下的这些崩塌是赤倒的事 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拯救的 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机构拯救回来 这个机构拯救回来就可以 这个机构拯救回来 而是说要首先是要回归到神 然后这些机构才有可能被拯救回来 否则的话 他们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任何的机构都拯救不回来 因为他的驱动的程序 除去了信仰 他就变成利益 是的 还有就是一个驱动 其中一个驱动的力量 就是在于人民 比如说有些人他一生病 可能以前一些小病他会祷告 他会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自愈能力 他会用信心来面对 但是现在一点点小事情 睡不着觉 什么便秘一下 还是头晕一下 马上就要去看医生 就做全身的检查 这里检查那里检查 就是爱惜身体 到了一个程度 那么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 他就形成了这种体制 把自己也当做偶像的一个驱动力了 其实这个驱动力就是来自人民的信仰 和他由这个信仰所产生出来的行为 那么就上下一致的就形成了这样子 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真的这个就是根基的问题 其实我们说根基若毁坏 根基在哪里 林医生 我倒觉得根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 是吗 对我刚刚你讲的这个睡不着 就我在以前就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睡的睡的挺差的 那我后来就是有有一个病人 他是退休的法官 他就跟我讲了我睡不着的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是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起来就读经啊 我就就是说如果我读经累了 我就回去睡 如果没有累就一直都醒着的话 那我就挣挣得了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你你就是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就你就双赢了吗 那但是说你就你就一直是想着说 我一定得非非得回去睡觉 那你就总总是给自己啊 最后就是说只能够吃药来解决 所以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对对真的是说得非常正确 好呃林医生 谢谢你今天又跟你上课又跟你聊天 真的是收获良多 那以后我们更多机会 你请你答应多上我们的节目 好吗 好 我相信观众也会很高兴的 好那今天就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谢谢林医生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雨林 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